说穿了民进党政府 你没有办法拼经济 你没办法为人民的温饱来谋取福利 你却不断地扯人家后腿 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然后你扯人家后腿你就是扣红帽 甚至说你要修法限制人家去拼经济 现在你就用斗争斗错的方式 说人家是猪狗禽兽 这其实就是民进党关用的手法 你今天到了选举年 你为了要巩固你自己的政权 你为了保有你既得的利益 你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清算斗争 这民众看得很清楚 所以为什么上一次选举到现在 讨厌民进党的人这么多 而且是越来越多 所以简单就是一句话 当官的跟做事的不同点就在这里 今天拿陈明通跟韩国瑜比较 当官的你就是不知民间疾苦 做事的韩国瑜市长 为地方拼经济是苦民所苦 这很明显的不同 那民进党上到下这三年来 我们看到从蔡英文总统到陈明通 对于基层百姓的生活 他们是什么心态 蔡英文对于基层劳工的抱怨跟不满 她说你们去找你们老板谈 不要来找我 赖清德对于基层劳工的辛苦 加班过劳说你们做功德 陈明通对于基层农于民 拼经济养家糊口 说你们是猪狗禽兽 这就是民进党上到下的心态 高高在上权力傲慢 所以我在这里再次呼吁陈明通主委 真的请你下台 第一为了你主导带领的陆委会 你今天用禽兽的字眼 去侮辱台湾的基层百姓 你下台保留台湾民众 对于陆委会最后起码的尊敬 第二 也为了你所热爱的民进党 选举到了 赶快下台直选 第三 你身为学者最后的风骨 请大家各界对你保有一丝 学术成就的起码尊敬 请你下台